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蟲蟲 今天是4月16号2023年周日的下午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给大家周末市场的复盘 今天比较晚一点,因为我周末比较忙 就是小孩子有一些球类活动 所以到今天才给大家做视频 所以希望这个视频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一些启发 然后对市场下一周的一个看法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标题是财报季来临 从上周的银行股,周五的银行股开始 然后一直到下周是开始有比较主要的大科技的财报 待会我们再回头看,检视一下下周财报哪些重要的一些亮点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市场的状况 市场上周是持续上涨 从前一周的十字到上上周的十字到前一周的上涨 然后我们看一下日线图 大家能够明白表示我们上周的情况 我上周录视频的时候说 注意这个地方 第一个黄箭头的阻力 然后呢支撑 注意这个红色这个系的线 就是4068SPS40684065那附近 那你看上周最低点 上周最低点也在这个附近 所以呢 这个每天的早安点位呢 给大家这个日内的阻力跟支撑 那平常周末视频给大家就是这一周所要注意的一些支撑点 还有这个阻力点 所以呢 还不错 都相当到位 那我们持续下周注意哪些地方呢 我们课面看到 就是在周线上我们先看一下 就周线上基本上是一个 比较属于多头的排列 然后呢 我基本上给大家 就是说一个多头排列 就是意思就是说 这是higher low higher low 对吧 然后这边是 higher high 这个是这个的higher high 然后这边的话 接近前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回头看一下日线图 日线图的话呢 最基本只要 这个大盘在这个黄线之上 基本上保持一个良好的上升趋势 那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下周 注意一下 不要跌破这个区域 黄色箭头的地方 大概在什么位置呢 标普4070到 大概4090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跌破 那基本上还是一个 匍匐前进 慢慢的就是往上的过程 但是在往上过程 我还是要有一些concent给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说 所以就说不是要你做空 而是说你要去 有一些出一些获利 就是有获利了结 或者说你要抓好这个追踪的一个止盈 追踪止盈就是说你是仓位是赚钱的 然后呢 你往上抬高 因为追踪止盈不可能卖在最高点 那你一定要在上涨的时候慢慢卖出 那才是一个主动卖出 但是我们在要整个波段的一个上升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这个主动止盈之外 还要有一个所谓被动的止盈 所谓被动止盈 就是说在关键位置上面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跌破了 那我们就要出场 那并不是最高卖掉 但至少在一个波段上 你至少就是撑了一段 这个快车 那跟风跟一段 那也要知道怎么时候出来 那所以这地方是重要支撑 不能跌破 那往上的话呢 持续注意一下 那我在上周放的这个阻力 标普4157 这个上下 现在标普大概离27个点 所以呢 ES的话就再加上去 然后呢 往上的阻力呢 下一个阻力的话 就是在之前的高点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418090的地方 一直到4220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阻力 因为是前高 那在这地方之后呢 通常有时候会稍微突破一点 然后再拉回再往上 或者是说在这地方 稍微有一些破半 可能拉回到这个 这个支撑附近 然后再盘整以后 再有可能再往上 那当然 很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地方支撑 这地方支撑不能破 破的话 整个上升趋势就走弱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时图 小时图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一样的结果 就是在这个区域间 不管是上升通道的支撑 或者是这个之前的一个 这个小时级层级的一个 higher low 那都是一个必须 多头必须要守住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有所谓的sentiment 就是市场情绪 市场情绪呢 在上周四的时候 是非常的 非常的就是 pull call ratio 就是说 买看多的买call call的量远大于 put的量很多 到了极端之后呢 通常都会有一个反转 就是说 你涨了 就是说这个 pull call ratio太低的话 它有时候会拉回 你看这地方 产生拉回 这地方怎么样 是一个多天的 几周的拉回对吧 然后那这边怎样 是不是也是 没长多久 怎样就拉回对吧 我们再看之前 这地方对吧 虽然反弹了一些 但也拉回 这边这边 这里对吧 这里 看到 大家自己 我这边鼠标这里 然后自己 看到这地方 这样的话可以 有个对照 这边对吧 也是一个local的顶部 这是日线图 我们再看 这边怎样 也是有很快有拉回 所以 做个结论就是说 在这地方 情况下 都会有所拉回的 几率非常高 所以 在这地方要稍微注意 好 应该不至于 大跌 但是呢 就是反正我 在刚刚 我说的这个 支撑位置 大家注意一下 是 好 那我们来 通常来讲 这个财报季 从上周五 一直到 下周还有下下周 高科技股财报 这个左右 两到三周 通常比较难 大幅下跌 比较长的几率是 震荡向上 那因为我们已经 蛮高点的地方 对吧 所以呢 可能 就会产生一个 歇许的拉回 然后 产生震荡 这是最 牛熊都可以接受的情况 当然现在还是一个上升趋势 所以 还是有可能在继续 徒步向上 这是我要讲的 好 我们看完大盘 我们来看一下 个别的一些 情况 那TLT 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20年国债的ETF 上周 提到说 能够走一个快速的上升 是在 这个地方 这个是106 左右 那跌破了 跌破的话 就比较弱势了 那 因为这个有非常超卖 所以呢 能然是有可能 针对于这地方 做一个high low 然后呢 再往 上挺进 但是要有一个什么 收正的 一个日线 会比较稳当一点 收正日线 然后呢 拉回 不再跌破那个日线 基本上 就可以 持续的 有反弹的一个 征兆 所以呢 要等到这个出现 所以目前为止 还没有 从 短一点的 时间层级已经超卖了 所以应该很有可能会随时 反弹 反弹要够力 那 目前为止 我觉得 整个TOT的操作应该是 低买高卖 那 高卖呢 先不要去 这个 太热关 会很快的 往120前进 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厉害的阻力 都看到了 这个 被 网上挑战 看失败了 这个又失败了 这个又失败了 这里再次的失败 这里又失败一次 所以呢 这地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阻力 不是说不可以突破 而是说 这地方就会一直盘整盘整到 怎么样 如果这地方都一直higher low 这边 一个是一个平的 那反而是蛮boarish的 还是有可能会上去 但是呢 呃 就是 我们一步步看 那 那我是觉得这地方 还是有操作空间 因为毕竟指标已经有点超 卖了 所以呢 一旦等他指纹 我觉得还会有一个往上的 一个 一波来走 至少 回到这个阻力 应该问题不大 那我们 自己可以来斟酌一下 怎么去操作 那 之前讲过几个 上周讲过几个 这个躺钻的标的 一个是WM 收垃圾股的 那这个 详情 大家可以看过去几周的 视频的分析 我这边 再赘述 只是提一下 NEE呢 就是 这个是utility 公共事业的 那 我觉得 我自己有仓位 在这附近 买的吧 然后呢 现在来讲的话 就说 只要不跌破 黄色的支撑 那特别是注意 76.9到 77.5这附近 这地方 是重要支撑 如果支撑跌破 表示他 走弱了 走弱的话 就要先 出场 然后呢 否则的话 继续拿着 然后呢 可以一直到 目标 到这个 86块 在附近 这是 对于 NEE的一个操作 NJEPI 这个是基本上 周线 还是非常的强势 所以就继续的拿着 拉回 有小池间 层级拉回的时候 还是可以买进 持有 看一下 揭晓一下 这周 所要提到的 躺钻的标的 给他送一个 躺钻标的 是什么呢 就是 空 这个 气 天然气 有朋友问说 这个 安不安全 空安不安全 第1个 这是一个 3倍ETF 是做多 天然气的 天然气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不只是 3倍 他 就是很衰 很衰 的一个 一个 标的 因为他第1个 他3倍 所以呢 一直在 贬值 一直在 因为有耗损的 转仓耗损的问题 所以他一直往下 然后呢 天然气本身 也都一直是往下趋势 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真的往上冲怎么办 有吗 有吗 有 很少 这是什么 这多久前的事情 事情 这是 小时线 对不起 我们来看一下 周线吧 会不会冲 会啊 但是 冲起来 当然也很猛 但是跌起来 更猛 对吧 所以我们看 我们看以前 什么会有1000多 其实他不是 他不是本身 刚开始1000多 他是因为 转仓耗损 再耗损 所以呢 价值变得极小 所以呢 他们就是ETF 会把他 并股 并股的话就怎样 前面并股就变得很巨大 然后后面 怎么样越并越 就价值越来越小的意思 所以呢 看这图 虽然说 反弹很吓人 2017年 对吧 可是他跌更多 对吧 所以呢 他的长期趋势是什么 跌嘛 跌到失骨无存 跌到 这个连 骨头都 都吐不出来 所以 你说 做空 对吧 是不是 一本万利 非常 稳的一个 东西呢 对不对 原则上 没错的 所以呢 我教大家怎么看这指标怎么做安全的操作 来 我们来仔细看 来小时图 先看日线图 日线图的话呢 就这样子 如果 他有机会 怎么样 往上反弹 好 我们看这个指标 这是RSI RSI只要往上反弹 好 再跌下来 没有跌很多 他就会是一个上升趋势了 那如果说 这个反弹然后一直跌 一直跌 的话 他就向上趋势 所以呢 在一个 比较安全的做法呢 就是说你不要 放很多很多的钱进去 这是我要 给大家声明的 虽然你要做空他 做空天然气 但是呢 也不要放很多很多的钱 那万一如果碰上一个 半路走多空 对不对 遇到鬼怎么办 就是说万一这个 这个 图案就长起来 然后 就不回头怎么办 是有可能 但是通常来讲 这种 形态 不会那么快的 因为 我这边勾了出来几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个超卖 对不对 超买超买 对不对 所以 从怎么样 从 4块一直涨到 7块 对吧 涨了 大概有 6-70% 可是呢 他一跌回来 跌回来 对不对 那他怎么样 超买的时候 只要你碰到这个 非常厉害的超买之后呢 他就不会那么快 下降趋势 你看 这么多超买之后 就不会下降趋势 所以 你只要有一次的超买 然后呢 就怎么样 你顶多他就是 继续往上走 然后呢 然后呢 他还会再下去几次才会上去 所以 他这个地方 其实都还没有稳定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 是这样子 有一点点的 有一点点的在做底 所以呢 还是要稍微 最近还是要稍微 留意一下 但是呢 如果 比如说 下周 下周 出来以后 还是继续的 就是说 超买就没有了 然后呢 再下一次的一个 超买之后 变成什么 顶背离 顶背离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试单了 那我个人认为 现在 我来讲 安全的做空 是在大概 3.7的地方 这地方有可能还会再下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比较难 做空 因为这地方很容易被尬到 那 那那个 如果说 到了 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可以是 适合去开仓 做空的地方 3.7 那如果3.7不对的话呢 那可能下一个阻力 就要到4.2 但是呢 到这里 我觉得一定会再下去 所以呢 或者说 如果他建立上升趋势 一定会先下去再上去 所以呢 make一个 什么 higher low 才会再上去 其实他这地方 make higher low也没用 你看这地方有 higher low感觉 对不对 到最后下去了 所以 根本就是 一个非常成功率非常高 往下空的 一个东西 那我 最开始 想要做这东西 是因为我在找 这个利息 这个能够比较高的地方 比利息还好的地方 稍微好一点 但是又比股票安全 股票安全的地方 所以呢 空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 期待 就是说你 仓位不要太大 但是呢 你的 资深率高 所以呢你就可以 小兵立大功 不要 就说 这个死硬的脑筋 就是要大仓下去 可能 就会比 就会比较 头痛一点 但我觉得 你即使做空这个 BOIL 还是 比你 多 做多BOIL 还要好 这是 这个 本身的 ETF的特性 所以呢 这个地方 介绍给大家 就是 一个 躺钻的标的 然后呢 趁着你指标 超买的时候呢 去空它 这个基本上非常好做 我前一阵子是从这地方 这个地方 3.6吧 然后呢 空到 3.02 3.03 左右收掉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 还不错利润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等它上来一点 然后再把它踢下去 就是 这个东西的一个操作逻辑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说 其实 另外一个躺钻的 我之前也讲过 就是什么 就是做 早安点位 那这个 准确性 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 大家就照 每天早安点位操作 支撑 买 第二支撑更好 主力呢 第一支撑 第一主力 卖 第二主力 卖更多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这样一个操作原则 下周 下周比较重要的 财报 开始要登场了 Netflix 奈飞 还有这个 ASML 是这个 半导力板块的 设备供应的龙头 还有特斯拉 这是下周比较重要的 财报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中小型的公司 也要特别注意 但是呢 我们 我这边来讲给大家稍微 做个 简单的 这三个 个股的 简单的一个 看法跟分析 下周呢 其实基本上经济数据 没有太多的一个消息 所以呢 就 比较不会造成 市场的 消息 经济消息面的波动 但是呢 在财报的一个反应上面 会有一些 这个 风生水起 包括台积电 也是在 周四 这个盘前 会有财报 那特斯拉呢 基本上 就是说 我在周线上 是看到这样一个 形态 那这地方是重要支撑 这个回调不能跌破 应该也不至于跌破 我觉得这边盘整往以后 应该还会再往上 所以呢 财报不知道怎么样 尽量不要去赌 那 你可以做的就是什么 就是说 你如果有仓位的 你在财报前稍微 就是说 减仓 或者说你如果 价格很低的话 你可以 不妨继续持有 但是呢 如果你要开新仓 最好是等到财报出来以后 比较好 因为 财报有财报的玩法 就是说财报之后 如果大跌 那这个 股票 还是有机会 等它稳定之后再买 如果大涨了 他通常也会有拉回 然后再买 所以 不要去赌 财报的 这个好跟坏 这是比较难去做的 特斯拉基本上周线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形态 就是说他在这地方盘整完以后 然后呢 就是看看是做小头 还是 要做一个 牛旗 然后呢 最后能够往稍微往上 来突破 这是 对特斯拉看法 那 ASML呢 是 半导体板块 这个设备 这个 上游的一个设备商 那他 图就比较牛 那 他是一个怎么样 一直一波一波往上的一个 钻石上升趋势 所以呢 拉回支撑 都是一个可以去 建仓的位置 然后设好这个 止损就可以了 SMH 是半导体板 快的ETF 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他也是 上周 上上周 稍微分析过 这个支撑 至上 都完全没问题 as long as 只要他在这个 这个channel里面 飘动 不要跌破支撑 那这个 整个半导体板块 还是非常的 这个平稳 向上一个 台积电就稍微差一点 那 目前为止 上周是到 这个支撑踩一下 那 我们也要 这是周线图 所以你要 能然 在我的预期当中 可能是做一个 小 熊旗 小牛旗 讲错了 小牛旗 然后呢 可能在这支撑 或是稍微跌破一点点 之后有 收正的 这个周线之后 往上走 这是我的 对 这个台积电的看法 Netflix 的话呢 如果 财报出来 有拉回的话 注意 314块 315块的支撑 支撑如果没跌破 基本上我觉得 Netflix 还是有机会往上走 跌破就弱了 就不好了 注意一下 好 那纵观这些东西 股票 股市呢 我觉得 因为 Pool Coat Ratio 太低 所以呢 近期有可能会有比较 属于盘整 或拉回的一个情况 那 大家可以着量去 做这个 个股 或者是 股市 那 止损线也给大家讲好了 要哪里 地方注意 那个重要支撑 另外呢 如果你有国债的朋友们 在我 Discord 今天有贴 iBomb呢 已经 有可能 预期 这个 利率会减低 降到3点多 3点多的话 你变成说 过去去年前年 投到9点多的 基本上都已经怎么样 未来要未来半年的配息 减少了 所以呢 你可以 就是说 减轻 这个仓位 比如说 如果你在iBomb 放超过一年的 你可以拿出来 或者说 减少那个量 转到 这个 短债去 那 你iBomb里面的钱呢 你可以 就是说 他的情况是这样 你放在里面 超过一年的话 你 会有 这个 所谓的损失 过去 拿出来之前的 过去的一个 一个季度 的一个利息的损失 所以也不是很多 但是就给大家有一个 比较弹性的 操作空间 你可以继续放 但是 说不定通膨还会再起 但是呢 基本上它的利率已经降到 比这个短债率还要低了 所以能够继续再拿的一个理由 就不是那么充分 这是 或继续再买的理由 就不是那么充分 那 我们这边看一下三个月短债 能看是非常的 诱人 5.08 然后呢 6个月短债是 5.02 这都非常好 所以 趋势没有破坏 只是稍微拉近 然后呢 做盘整 看起来也没有要往下 利率要下降的一个样子 所以呢 还是可以 继续的 roll 你的 这个roll over 你的短债 到期的继续再买进 或到期的买一些 然后慢慢再买 买回来 那这个是 短债一个操作 我之前跟大家提过 我自己今年个人的 操作模式是有 一部分的钱 放在短债 领这个 4.7 4.8 甚至5.0的固定收益 然后呢 一部分 做高杠杆的 这个 这个棋子 有一些小小的部分 做个股 这是我的一个操作策略 那 希望大家这个视频 对大家都有帮助 然后呢 我们 如果说你要加入 我们的冲浪群 Discord 这边扫码进来 可以获得 每天 免费的 早安点位 然后呢 以及 我们在 群里面会有一些讨论 看法 交流 所以 邀请大家来参加 那 看完视频 觉得不错的话 请记得订阅点赞 转发给你 认识的朋友 好 那我们希望 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周末 我们下一次update见 咯